原调题 二战中德国犯了哪些错误 最后一点最重要 如果纠正将改变历史众所周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德国军队是非常强大的 不管他们的武器装备 人员素质或者是战术方面 都堪称出类拔萃 在陆战他们拥有闪电战 在海军拥有狼群战术 加上曼斯坦因 隆梅尔 古德里安等一系列名将 前期德国军队顺风顺水 除了英国没有被投降之外 其余的欧洲国家全部臣服 齐特的部队所向披靡 让整个世界恐慌 但是在整个二战中 德国也犯下了四个致命错误 第一个错误 就是德国对待英国的态度上面 暧昧不清 德国在战争期间 一直希望能够和英国和解 这样就能够少一个敌人 从而能够专心致志地对付苏联 并且在英法联军 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时候 也没有进攻为剿 就是希望能够和英国达成共识 这样就不用跨海作战 但是双方都是倔脾气 一个不肯服一个 英国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和德国投降 虽然最后德国战败了 但英国耗光了家底师的霸主地位 展开全文第二个错误 就是啊 德国低估了苏联的抵抗决心 在战争开始之初 希特勒原本以为苏联的抵抗不会太顽强 毕竟当时斯大林刚刚经历过大清洗运动 国内的战争人才损失太多 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天才将领 而且德国军队的进攻速度很快 一路到达莫斯科城下60公里外 这场苏德战争 德国运用了550万的军队兵分三路 但最后被死死地拖在了战场上 由于战线拉得太长 让德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 第三个错误 就是德国动员太晚 众所周知 苏联在战争初期其工业实力 根本不能和德国相比 但是 它的军工生产最强的是在1944年 而德国却不一样 在1943年才实行战争总动员 而当时战争已经打了整整四年 许多军队中的精英损失殆尽 战斗减员超过55 如果前期德国就能够实行全面动员的话 后果可能不一样 再加上德国军工业最高的时候 也是1944年 如果德国一开始就赌下最大的筹码 说不定就能够拿下苏联 德国最大的错误 就是找了两个不靠谱的盟友 在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战斗力 一度让希特勒刮目相看 甚至还夸奖这个盟友非常激励 但是德国想不到的是 日本最后将美国也扯了进来 导致轴心被团灭 在欧洲战场德国 不仅要面对苏联和英国军队 还要面临美国军队 这让德国三线作战 加上日本在太平洋 也被美国压着抬不起头来 意大利这个盟友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德国最大的错误 就是没选好队友 不然那二战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